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彰化县政府配合这一天热烈的举办各种庆祝的活动 最主要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新住民新移民 除了能够融入我们彰化县里面 能够安身立命获得很好的生活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这些新移民把他们的多元的文化带进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整个彰化县文化更是多彩多姿 不管是在文化美食各方面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在12月2号的时候 在我们立合停车场有盛大的展演活动 除了有动态的各种的活动之外 也有98个摊位成果展 所以我们热情的邀请我们全县的所有的乡亲 一起来参与这次的活动 我们希望说所有的新移民到我们彰化来 就找到一个新的故乡 在这里能够很好的生活 在各方面都得到照顾 他们的人权工作生活各方面 都能够像在自己的家乡里面一样 得到很好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政府对我们新住民的姐妹是照顾的非常好 不管是说在各个方面 在精神上他是非常支持我们的 在一些政策上也是非常支持我们 然后政府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措施 一些相关的课程 让我们新来的姐妹 可以学到很多可以融入台湾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江玲 然后我来自四川 然后12月2号是那个新移民节 欢迎大家来踊跃参加 然后会有很多吃的玩的 谢谢 彰化县政府重视移民人权与尊重多元文化 为了让彰化走出去世界走进来 特别举办彰化县2012移民节 继国际移民日 希望透过台湾新移民回娘家活动 带进各国文化 呈现多元社会风貌 内容多元丰富 活动当天将特别邀请 越南籍青春偶像歌星 光和张琼英 及静态98个摊位 妇女学院成果展示区 特别设计有12项不同 欢乐游戏的闯关活动 欢迎全国乡亲与张化献民一同闯关拿奖品 公益频道林俊明张化采访报道